- 休斯頓論壇 今天很高興 我們美南新聞報業集團的董事長李慧華今天親自上陣 可見的這個事情在南海仲裁這事情是多麼重大的一個議題 那我想請問一下李董 我們剛才前面就提過了 其實這個仲裁就是要打一個國際輿論 他就是要製造一個輿論 讓大家就是說有一種形象 讓國際間有一種形象說 你中國今天佔的這個地太大了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又把台灣給犧牲掉了 那偏偏在台灣在這個立場上頭 基本上台灣這個畫的線跟大陸這個線其實是重疊的 那對於美國來說 比如說像馬建這種新一代的人 他至少在家裡頭還受過這種家庭教育 還能夠了解一些過去的抗戰史 我們前面幾代人的這種 這種過去的這些事蹟 但是慢慢經過幾代以後 我們這邊的華裔實際上 包括我們自己這一代 很多人都被這個 很多的這個媒體來誤導 那您身為這個我們華裔社區裡頭 尤其是美南地區唯一的一個這種華人的電視媒體 你認為我們應該怎麼樣子才能夠發揮這種我們自己的力量 能夠來像剛才馬建講的導正視聽 那麼讓大家有一個比較持平公正跟這個正確的一個資訊 首先我要代表美南電視 歡迎各位學者專家 跟你們兩位這麼多年的辛勞 我們這個美南電視成立將近十年了 我想今天我們從媒體的角度來看 在世界上的這個政治 受媒體的影響是很大的 是不是 不管在台灣也好 在美國也好 我們當然不能說去媒體去操縱這個事情 但是媒體表示的意見 是當政者是要去重視的 所以我們在座各位 我們是華裔美人 事實上我們對這個南海問題 對美國的影響 我們可以站在一個主導的地位 所以跟各位報告 那麼我們最近就是為了加強這個 跟社區跟這個溝通 我們在這個電視台也批了另外一個英語的節目 是 也就是相當於這個Foreign的節目 那麼我們準備請一些美國的 退休的國會議員 那麼大家一同來參與 那麼討論這個世界的局勢 當然南海問題也是馬上 我們要進入這個討論的一個方向 我本身因為跟國會議員到台北 到北京都去訪問過 是 那麼我的感覺呢 只是美國人對亞洲需要更多的了解 今天美國這個是 講得不好就是世界警察 他說管的事情太多 也許南海問題對他重要 但是不是那麼重要 是不是 南海問題只是他問題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要從美國的角度來看 我相信呢 他一個大的戰略 他不會說因為南海問題 去跟中國去打仗 我想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要成為一個世界的這個領導者 他總是要把這些擺平 是吧 所以在這個階段裡面 我們覺得我們可以使得上力的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加入主流 讓他們知道今天南海問題的真相在哪裡 白教授 是吧 李教授 所以我們很快就要開始 每個禮拜五 八月半 七點半到八點半 也像這個現場的節目 我們要請美國的政要 進入我們這個攝影棚 跟各位共同來討論 我相信我們的討論 可以影響美國的政治 而且現在兩黨剛剛提名 今天剛剛提名 而且整個美國的政治 也要轉台了 是不是 所以在這個階段裡面 我覺得非常重要 我們就是要把握這個機會 去影響美國政府 是吧 怎麼樣對中國的政策也好 對南海的政策也好 可以說是可以我們使得上力的一點 也就是說把我們的這個觀點 就是說華人的這個角度的觀點 能夠融入美國主流觀點 甚至影響到他們的觀點 是 我在上兩個禮拜到San Antonio 參加民主黨的這個年會 Texus民主黨的年會 其中我們就委派了一位印度人 代表這個民主黨 要參加這個全國民主黨大會 他是在議事委員會裡面 那麼這位老兄 他就可以在議事委員會裡面 提出一些外交政治的看法 這個就對了 是吧 所以我們很多意見要透過他 在民主黨大會裡面 能夠來表示我們的意見 所以我覺得李教授 你們這個這麼多年來 這個對社區的貢獻太大 而且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 徐民族來講 是對我們來說息息相關 雖然我們做了美國人 但是我們愛我們的國家 愛我們的民族 這是不變的定理的 但是我們怎麼去影響美國人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對 好吧 所以我想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怎麼樣子把事實 能夠呈現出來 對 坦白說今天這個九段線也好 是這個U型線也好 即使說你看線畫都這麼大 其實裡頭現在的島礁來說 其實中國跟台灣所佔的島礁的數量 是最少的 對 我們看到其實數量最多的是越南 對 再來菲律賓 馬來西亞 文萊 大家各個都佔據了好多個島在那邊 但是為什麼今天就會針對這個大陸 那麼跟台灣這個問題呢 犧牲到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背後就是一個大國之間的角力 對 我們講到這個就是說 美國的媒體有很多的那個誤導 包括那個導播如果說能把那個圖片拿出來的話 在南海地區有兩百多個島啊礁啊 但大部分都是在水底下 就是在不在水底下的 能夠看見我們看見那個導播貼頭的圖 黃色部分全都是越南 在過去二十多年佔據的那個中國的領土 是 中國方面就包括大陸台灣也就才九個八個島島嶼 包括太平島在那邊 對吧 菲律賓是佔了第二多 就是說這個事實是什麼 但是美國的主流媒體一般都說 中國在南海是非常的有侵略性的 對吧 當然本身這個 我在自己領土上 你怎麼能講侵略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你就從那個佔了島礁的面子上 中國不是多的 但是在美國的媒體上 我們不可能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圖片 那我想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華文媒體這邊 所必須要擔起的一個責任 就是說把事實真正的一個呈現出來 跟主流的這個媒體去溝通 讓他們知道這個事實的真相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很精細的一個政治盤算 沒錯 那基本上目前的話 很多的做法是把這個九段線 幽形線 十一段線 妖魔化 他徹底的把它拆解 實際上講起來的話 九段線是十一段線的延續 只是那時候在北部灣 在海南島跟越南中間 最上面的兩段把它去掉了 是同一條線 從1947年來沒改過 只把上面那兩段拿掉了 可是現在很多有心的人 就故意要把這些跟歷史割切 對 1947年十一段線定了下來以後 那時候國民黨派人去沿路測試 就把焦跟最近的大陸中間畫了一條線 那這條線五十年來沒有人挑戰過 是 然後現在突然會爆船了 這真是一個非常精細的政治計算 對 現在有一種說法 他就說你把這線畫到人家國境線上 你等於說不可再談 有什麼可談的 其實還是有談的 那兩條線給去掉 就是五十年代初跟越南 大陸跟越南談判 把那條線去就證明還是可以談 十一段變九段 周恩來那個時候把它 沒錯 對 那我想這個也是 越南今天能夠佔最多島的很重要 沒錯 當時 那是在海南島邊 那當然還不算那個 不算是那個南海最裡面 南海這邊 站的都是在南海這邊 但是說可以談 對吧 你雙方可以談 不是說不可以談 像他們主流媒體 西方主流媒體說 你都那樣畫了 怎麼可談 但是今天當然我們從這個仲裁來說的話 他基本上就是說 完全給你否定了這些東西 而且呢 現在有一種說法就是說 你畫這麼大 實際上你也沒有辦法管轄 所以說基本上以現在的這種先戰先有的這種解釋來說的話 你過去都沒有辦法有效的來管轄 那現在呢你更沒有立場來管轄 所以說也是用這一點來攻擊 那麼其實呢大家也知道中國在過去是激落不正的 它根本沒有這個能力來 但是這不表示說這一塊不是我的 我只是沒有辦法來管而已 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你不能因為我沒有能力管轄就不是我的這第二 但是從現在實際狀況來說 中國大的南海艦隊的那個力量是非常強大的 你看實際上主要的海軍大國是中國 美國 俄羅斯 中國 英國 法國 但是南海一個海軍的實力就超過 遠遠超過英國 那個皇家海軍的實力 就是從能力上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那個大家可能都看了一些報道 就是說 所有南海各國的海軍的實力的總和 都不到中國南海實力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不過我覺得或許就是這種中國崛起的現象 讓西方國家感到了沒有安全感 是政治問題 反而到這個時候 他希望要來挑戰這個東西 能夠來做一種制衡 沒有錯 因為中國的崛起影響 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利益 而且對整個大亞洲來說 這種黃種人 我們是黃種人 黃皮本人這是一個好事 這是一個好事 美國也了解到 他很早就在做這個項目 而且我們剛剛講政治 政治這個 政治的這個 判決 判決 不只政治 商業上有很大的關係 你剛剛看剛剛那個 我們李教授那個圖 你看越南 菲律賓 他們的軍購 從過去十年來到過去五年 你看他那個跟美國買的軍購有多少 還有台灣 賣一些爛武器給他們 為什麼呢 這跟美國這個商業 這利益是有很大的直接的關係 對不對 而且美國的國務院 跟他們控制這個媒體 都是講的 要聯合越南 南韓也放了這個新的飛彈 這跟南韓有什麼關係 就是用這個來做藉口 來阻止中國的絕齒 那當然了 因為現在的這個國際局勢來說 從前要爭個島 其實重點是說 補魚 漁獲量 今天不只是漁獲量 今天有石油 有礦產 更重要還有戰略問題 還有主權問題 所以這樣子一個仲裁 就像我們今天大家所共同的一個結論 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國際間的一個政治盤算下的一個產物 按照美國某個媒體講 是一個偶像 這是笑話中的笑話 這是一場鬧劇根本就是 這是鬧劇 這是鬧劇 目前的話 最直接受到影響的人是什麼 是台灣的漁民 沒錯 最直接最直接就是台灣的漁民 最無辜的 最無辜犧牲的就是台灣的漁民 甚至受影響 對 有關於台灣這個立場也是非常微妙的 好 我們休息一下繼續深入的探討